首相顿马哈迪早前已避免种族冲突为由 拒绝落实地方议会选举 让积极推动地方议会选举的行动党成为了剑靶 槟城马华就抨击行动党当家不当权 还质问火箭是否要等到第15届大选之后 才落实地方议会选举 那么我要问您官邻 我要问这个行动党 你是不是要等到同稿5年后被承认了 你才来推动这个地方议会选举 那么万一不被承认的话 同稿不被承认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议会的选举是不是遥遥无期 还是要等到第15届大选过后 冰州马华在记者会上高举写着 行动党成了静静党 以及一个马哈迪一言压死42位行动党议员的大自爆 嘲讽火箭在敦马的霸权底下 静落寒蝉 马华还也与敦马以种族冲突为由 拒绝落实地方议会选举 是上了年纪 太会幻想或老懵懂 更炮轰按照这种推论 以后都不能举行全国大选 不如干脆用马哈迪治国委员会来治理国家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